滑了 我的天 又中了 小的你看全是这个雪鱼 小雪鱼 对 全是这个雪鱼 这个时候我觉得 把这个耳料的状态应该变一下 它的这个耳料 它的木滑太好了 然后下去以后 这个雪鱼就把它接住了 接住以后 造成了我们这个耳料 根本就下不了底 所以说我们要想调到 大个体的连用化 必须要把这个耳料的状态 先调整一下 调整什么呢 就一定要让它稍微粘性再大 就一定不要雾化 哪怕是到了中下层也不要雾化 那么在调连用的耳料里边 要控制雾化 那我就有一个绝招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玉米粉 玉米粉是我们在调连用里边 调整状态用的最多的 它可以基本不改变这个耳料的这个形状和状态 那么只是增加它的粘度 包括它的这个蓬松度 它也不会改变 所以在这点上面 我给大家强励推荐 我们的这个玉米粉 当然加这个玉米粉 它是有方法的 一般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改变这个耳料的状态 要让它粘的话 我们的加的比例就是1比0.05 也就是说100毫升的耳料里边 你加5毫升的这个玉米粉就足够了 它的粘性就会非常的大 均匀的把它撒在这个耳料上面 薄薄的一层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大家记住啊 正常情况下加了这些 比如说改变状态进去 我们要加水 但是我们的粘用耳料里边 可以不加水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加好以后 把它搅均匀以后 我们就可以让它放置一分钟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 你看 直接这样搓耳了 这个状态就明显的 比刚才这个雾化的要好很多了 基本上就不怎么雾化了 把它团笼以后 它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实在的一款 基本没有雾化的这个耳料 我这边还是雪鱼比较多一点 还是雪鱼 对 但是我慢慢的把这个耳料的粘性 把它打粘以后啊 现在口呢 会比刚才雾化好了之后啊 少一些 要少很多了 刚才啊 我通过我去调整耳料的这个间隙啊 我也去查了一下这个雪鱼的这个相关的资料 雪鱼啊它实际上是属于理科 然后也是属于这种杂质性的鱼类 大的雪鱼啊 一般都是底稀的 就是在中下层生活的 然后但是呢 这个小的这种鱼苗啊 它呢 就是说容易 经常容易起来抢食 然后它呢 是群居的这种鱼类 那么可能钓到一条 可能就说 这个窝底里边 就应该有非常多的这个雪鱼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是 比较符合我们刚才做掉的这个情况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必须要让我们的这个 很多的变化吧 我这围绕着这个雪鱼的这个苗啊 而产生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钓法 水的深度 耳料的状态 耳料的胃型 那么都应该做出一些调整 刚才呢 煎鱼刚才那两个小时的鱼型呢 我现在把耳料的给改了 嗯 不光改了状态 还改了胃型 胃型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要调整一下耳料的状态 嗯 连胃型 一起改掉 把草莓味的减少 然后把腥臭味加多一些 这个草莓味的加一份 然后这个腥臭味的呢 我要加多一些 大概加在三份的样子 然后玉米粉呢 我打算把它加多一些 也加一份 好 然后呢 先把它擦一擦 完全混合起来 其实在通常情况下的 这个连用的耳料呢 我们玉米粉呢 是加不了这么多 会很少很少 甚至不加 但是今天情况会比较特殊一些 好 然后耳水比呢 是1比0.7 这个开好以后呢 我会把水的比例会增加多一些 因为我打算把它打得很黏很黏 不误化 为了方便一个四口性呢 所以我会把水加多 会把它做得很软很软 就是类似于我们黑坑用的 鲤鱼的耳料的一个状态 我需要把它打黏 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钓花麦莲呢 是不需要这个打黏的过程 是不需要打这么黏的 硬度呢 会比耳唇的硬度 还要软一点点 就是说你是把它打得更黏更紧了一些 对 然后卫星也改了 状态也改了 对 卫星状态全改了 是这个鲤鱼 又是鲤鱼吗 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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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鲤鱼 对 确实说 我们干脆换一个钓位吧 对啊 全是鲤鱼 对 我们要不就换一个 我觉得啊 我们换一个就是说 相对这个水面稍微宽一点的地方 宽阔一点的 对对对对 然后让这个 就是我们种这个联用的几率啊 会大一些的 增大一些 然后因为宽一点嘛 它这个鲤鱼 估计它这个成群的这个几率 就比较低了 对吧 所以然后我们就要不就换个钓位 好吧 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好 那我们就说换就换好不好 好 走吧 但是越艰险的地方 钓位越合适 因为来的人比较早 根据初步的钓位分析 这次我们三人选择在了靠近大坝 写水深叫深的地方 我跟邱老师的钓位间隔较近 而当地钓友许愿 则选择在距离我们稍远的钓位上 赵老师 你看我们现在是三个人 全部换到了这边来做钓 我发现天气好像开始变冷了 对啊 你看 吹大风了 对吧 对 起大风了 你说这天气会不会影响我们钓鱼 说实话 这个对于我们钓连庸来说 它是有臂没有力的 那臂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连庸这个时候 会开口不好吗 首先第一点 它这个吹风以后气温明显降低了 降低以后实际上我们连庸吃食的活性 它就会降低 因为这个温差实际上挺大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层它会变化了 它不可能再上浮了 可能是在中下层的 所以我们今天钓的这个深度 主要我们以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深度大概 这是深度可能有三米左右 我们可能就要钓到一米五以上 知道吗 这样有可能才会钓着咱们的目标鱼 大概钓到两米左右也差不多 对对对 我们叫中以比方三米我们以一米五为界 肯定是要钓到一米五以上 知道吗 比如说一米八两米对吧 对这样的 但邱老师 刚刚我们不是选钓位了吗 对啊 然后你说这里的钓位 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呢 很有优势 你能具体讲讲到底是哪些优势吗 你看这个优势就比较明显 我们前面那些位置呢 我们对面那些位置啊 全部是一个缓坡 缓坡对于我们钓连庸啊 实际上是特别不好的 为什么 连庸喜欢待在什么呢 相对水比较深的地方 它的这个活动空间比较大 嗯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般钓连庸啊 尽量会选择这种下去都比较深 然后我们调掉了这个这个深度啊 可以变化比较大的地方 是比较好的 但是连庸它不是上浮型的鱼种吗 对啊 但它会喜欢在深水区的 你看我刚才给你讲的嘛 这个它今天因为我们气温降低了 嗯 对吧 这个连庸可能会从浅水往深水走 如果我们现在去浅滩的话 嗯 会造成什么后果 它可能在深水的地方 我们干子根本割不到了地方 哦 你根本就不可能钓得到它 哦 对吧 所以 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下去就比较垂直的比较深 对 那么我们可以变化的这个深度啊 就比较大了 对吧 我们可以从一米两米三米 那么可以一直找 那么这个就在一个钓位就可以把这个 所有的我们的钓点可以找到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 哎呀我有口了嘞 哦 这个也是根据连庸的这个习性来觉得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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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迎合它的这种习惯嘛 嗯对吧 迎合它的生活习性 对 才能钓上来 邱老师 嗯 这起风的时候我就觉得调吊很关键 因为一不流水那个漂就没有了 嗯 调吊呢跟我们平常变化不大 唯一的你要注意啊 起风的时候 嗯 那么就是一压线 压要压线 压水线 对你要完全把水线压下去 要不你这个水面上水面上的线最容易受风的影响 你如果没有把线压下去的话 它一吹风 你那个水面上线 它就随着风就跑了 然后你的浮飘就好像就往下走了 哦 是这样的好吧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好好好 这个细节也是很关键的 对了 如果是把线压到水下 它就不会完全不会受风的影响 肯定啊肯定啊 就跟平常啊 水面上受风的影响只有这漂木 对吧 对 那么这个漂木的话它就基本上就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嗯 因为底下已经垂直了嘛 对 所以不会乱动 今日酷钓联庸 天气时而降雨 时而晴朗 在我们刚换钓位没多久 就又下起了微微的细雨 晴晴 哎 我有感觉我马上要种雨了 是吗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你知道我钓了 钓了什么深度吗 钓底 钓联庸怎么可以钓底呢 为什么 因为今天现在这个天气怎么样呀 太冷了 对啊降温了 所以联庸不在上面了 我因为是慢慢找下去的 嗯 愿望下走 就是这个浮标就感觉是有信号了 嗯 知道吗 所以说我是有感觉会种鱼的 哇 种鱼了 哇 果然换了钓位之后 这个鱼型就是不一样了 对你看 换了钓位以后明显不一样了 哇 这条鱼虽然不大 但是劲儿挺大的 而且非常健康 哇 还是挺漂亮的啊 哇 这条鱼虽然不大 好 现在打完窝大概十分钟以后 我们差不多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先钓一块试一试 呃 耳料呢已经开好了 我用的是 西部风的狂联庸的腥臭味 加乳香味混合在一起 现在 耳垂比调的也非常好 耳料的硬度 大概和耳垂的硬度 差不多就可以了 由于风比较大 我在泡到水里以后 我会马上把水线压下去 否则的话 它会被风吹的偏的比较远了 嗯 邱老师非常认真地看着飘 不停地搭着台杆 看来它那里 下面鱼群已经非常多了 呃 呃 我这边呢 鱼群是有单纯的一个问题 每次总是打不老 打掉总是掉 我现在过去跟大家讨论一下 怎么样邱老师 哎 你好 那个效果一般 哈哈 上了几尾 上了一尾 上了一尾 花脸还是白脸 白脸白脸 我那边也上了一尾白脸 它那个鱼非常瘦啊 它水不水瘦 鱼也瘦 然后劲儿挺大的 呃 我那边那个下面鱼倒是很多 嗯 我中午吃饭的时候 正口上了一条 但是没看到鱼都大 现切了 哦 现切了 对 然后第二条钓上来了 接下来台杆以后 大概一秒钟之内 嗯 嗯 这样的啊 嗯 如果是台杆以后跑掉了 那么我觉得是有几个因素 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咱们 你是钓底是吧 呃 4米50厘 离底50公分 离底50公分 这种情况呢 如果是咱们钓这种连翁啊 如果钓得过零 比如说咱们就说 箭口就打的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的这种 比如说 跑鱼或者挂的不牢 挂了一点点 对对对 这是这是很容易的 现在用的是 九 九号一四年 哦 九号一四年啊 哎呦 这个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钓是偏大了一点的 偏大一点 对对对对 这个钓如果用九号一四年 第一个它太重 嗯 第二个它太大 还有一个一四年的钓型啊 它是那种阴嘴阴嘴 阴嘴阴嘴 然后它很不容易挂着这个 就是说 在我们叫想快速刺鱼的话 它是很不容易的 嗯 这种一四年呢 我们主要是用来守大个体的鲤鱼啊 草鱼啊 草鱼这些用的 对 所以我觉得钩上面可能还是要 再调整一下 再调整一下啊 对对对 耳料未行中午开了以后没变吗 对耳料没变 我觉得耳料都没啥问题 好小老师我再调整一下 好的行的行 行的行 努力啊努力啊 努力啊努力 好加油 这个我们用的是 细硬风的青红鲤的21尺 也就是6米3 它的钓性呢 是一个非常适合在水库钓大鱼 所用的这么一种钓性 当然它不会像黑根的杆子那么硬 在水库钓鱼的时候 我们是用不到那么硬的杆子 就是偏软一些要好些 这样的话 在种到大鱼的时候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线的 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是刚才跟邱老师讨论过以后呢 把钩改小 完了以后钓得更深一些 上了一尾白连 比刚才我上那尾要大一些 邱老师 厉害 这是今天下午换完钓尾以后呢 第三条鱼 好像一条比一条大 的确 比刚才那个长 这里鱼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瘦得很 比其他地方鱼瘦得很 好嘞 这条鱼的颜色呢 跟我们普通的 喂饲料养的糖的鱼的颜色 有一个截然不同 你看看它的嘴巴这里 这个就是长期没东西吃 以及靠吃食堂原有 整自然的东西才会有这种颜色 鱼汤养的鱼 它嘴巴是白的 鱼汤养的鱼汤